大导演侯孝贤以聂影娘拿下本届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 这是2000年导演杨德昌以一一获得坎城最佳导演奖之后 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台湾导演 法国解放报形容聂影娘像是一把扣人心弦的刺刀 规律又神秘 作家小野跟侯孝贤常年合作 在他眼中侯孝贤不仅是电影大师 也是一位慷慨无私提膝厚进的领袖人物 而影评人齐观姐也说 侯孝贤就是台湾电影的精神教父 筹备十年推出的第一部武侠片 维持着他一贯的写实风格 也成功开拓出一条新路 侯孝贤坚持创作的时候 不能想着观众成就他独特出众的电影 非常感谢导演侯孝贤向参加砍成首映的观众致谢 掌声持续十分钟 印证了侯孝贤对拍片的态度 过得了自己这关最重要 以唐传奇里的刺客聂影娘 打造第一部侯氏武侠片 侯孝贤拿下第六十八届坎全影展 最佳导演奖 外媒好评爆棚 台湾电影圈也振奋起来 侯孝贤到现在得奖 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觉得很快乐是 如果作品只是一死的话 就昙花一现 烟火一样 如果他一直持续还可以拍电影这件事情 是最珍贵的 侯孝贤秉持一贯的写实风格 为了让演员重回九世纪的唐朝 建筑美术服装 他都非常考究 几米道连木头也得特殊处理 就比如说你们这次去看它 镊影鸟里面那些橙色的布具 木头等等 他做了非常多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那个在镜头里面会看得到 会用得到 比如说那些木头都要寻过 用某些特殊的箱寻过它 各种氛围营造 只为成全角色的真实感 我知道侯孝贤的关注 都还是人本身那种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情绪 然后他用一个比较平等的眼睛 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台湾电影拥有侯孝贤 重要的不只是他的含金量 更在于他对后辈的影响 80年代侯孝贤的风贵来的人 童年往事 恋恋风尘 从步步经典 确立个人风格 到1989年悲情城市 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石奖 他开创出电影艺术的新路 90年代戏梦人生 好男好女海上花 2000年之后的千禧漫坡 最好的时光 这一路上侯孝贤不仅 与同世代导演一起打拼 也无私的体系厚精 他也帮杨德昌 杨德昌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东西拍得很好 可是投资者有问题 找不到投资者的时候 有一部叫青梅竹 那侯孝贤就跟他讲说 他来投资 然后他自己后来在1989年 得到那个威尼斯影展 最佳影片 背景城市的时候 有一笔奖金还什么 他就把这笔奖金拿来 就跟录音师杜土之 还有李平平摄影师这些人 说你们去买最好的器材 我出钱这样 所以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领袖 就是他非常慷慨 包括在筹备聂颖娘的十年间 侯孝贤有八年身兼台北电影 结合金马奖职委会主席 创办金马电影学院之外 更亲手帮助新一代导演 侯导自己又去帮侯季然 帮助扭生者 多去帮他们剪他们的作品 比如说有一天军中乐园 都甚至是调理出一个新的风格出来 他确实是一个台湾当代电影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很像一个精神教父 侯孝贤被公认 是台湾电影的领袖人物 更为当代电影创造新的电影语言 电影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件事情 就是侯孝贤带给不只是台湾 等于全世界影坛的一个 最大的宝贵的东西 就是不断地创造电影可以这样拍的 侯孝贤第七度问鼎侃城 对奖项始终有信心也是平常心 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眼光 侯孝贤对艺术的严谨与成就 大家有目共睹 小野说就让我们给侯孝贤导演拍拍手吧